徐州地方 这带 大规模战战 无事于此 是非确诈 难以论说 但 施加 无不足以道 正是在这个 固战场上 决定了多少代王朝的 身衰姓王 死心毕落 所以 鼓来就有 稳定中原之说 战役发起以前 对各端徐州 奔赴 完全鼓励徐州 这么一大拖敌人 我们尚不敢 做这种估计 对皇位兵团 加入淮海战场 我们一直很担心 现在看来 正是降阶时 托付陈州 调集了他最大的一个战略集团 南县战略决战 才现在这样肥同校客 这样又生又色 当年 当年 先总理 林革命军 分三路 回合许州 轻视不上 光阔许州的第二天 轻敌建打四一区 宣告退位 民国十六年四月 也正式在 许州成交 摩游行 清水 苏十万减二 征套北洋军阀 孙传方张仲畅 大获全身 末将国 抗日战争快不得 解放战争脱不得 现在看来 这个话 没有错 照一般规律 从兵力和装备 不超过堆防 绝不可进入战略决战 也不禁然 解放战争 两年多 我们滚搭了 我们搭惊了 我们积累了 有利决战的条件 好比熬突经 像这炎炎的烈日 百倍 千倍的广都 聚合到一殿上 摆着花了 猫眼了 不能不燃烧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在谈论着 相遇被困盖侠 仿佛这中原古战场 对于我们 注定了凶多吉少 二十年前 我从许州 踏上征途 开始了第二次播放 中华秋海讨厌 谁归于乐同 本当本君 说道之词 民众解成欢迎 真口味 占尽天使 那种薄薄圣迹 万物惊发的境界 有在眼前 断断二十年后 这里竟止于一边 而为我的掌声之底了吗 所谓战略决战 简单说 就是渡国家的命运 渡军队的命运 这个杜兹 恨不好听 可又招不出一个更掐气的兹 来代替他 就是这么一回事 爬地一下 压上去了 正是因为如此 事情临到了面前 又禁不住心 扑扑地挑 哪有这个道理 心挑剔什么呢 我们不怕燃烧 我们不怕白热花 我们不怕躺着这里 躺着那里 我们的瘦 不能发布啊 无论怎么讲 毁战并列 十八十万队 裸瘦碗 又死在我 六十万队八十万 这是一国夹生犯 夹生就夹生 又把他持下去 这一国夹生犯